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般人的心理是一个双重满足 那徐老师您喜欢被人介绍年龄吗 我们都不喜欢被人介绍年龄 男人也不喜欢吗 这是一般的规律 可是现在被介绍年龄是明星的特权 你一般人年龄你去报吧 除非你准备要做官 否则的话年龄对你没意义 我当初怎么会有年龄在这个网路上会被查到 是我刚刚进演艺圈的时候在台湾 那个时候才20岁 所以我的经纪人认为20岁是个青春年华 以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就是一个小女生 是逢人就讲 又婷是80年出生的逢人就讲 结果好了 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会留下证据的 我现在当时的优势变成现在的烈士 我现在整个都没有办法骗 原来是20岁时候的不小心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现在已经35岁了 很多30多岁的人看了也看了你 觉得很好啊 还好现在保有的还可以 所以就还能讲 对对对 现在女的一直撑到40 我认为都能让人产生25岁的错觉 好几个女明星 你看她就20多岁啊 我后来对 知道真实年龄之后 我嫁坏了 我还跟你吃那么多次饭 也太不跟你吃了 这个人真是私利 我后来常常碰到这样的男孩子 好不好 开玩笑啊 我为什么打探你这个单身 因为你算是单身生活经验 足以做专家了 对吧 因为中国社会啊 徐老师咱们真是有幸生活在中国社会 这么一个巨变的社会 我跟你说多少千载难逢的事情 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你看都在我们这一生 见证了 你看 现在中国面临几个问题啊 光棍社会 对吧 三千万光棍 再过几年就是四千万光棍了 对吧 再有一个 马上就有一个那天咱们谈的 放开二胎 又会出现一个什么社会变化 而且现在您知道吗 三千万光棍啊 不用光棍 中国现在新出来的一个报告啊 你知道就是独身家庭 五千八百万 嗯 就是现在就是说 在所有的家庭数里边 年纪家庭就你一个人 独居 独身家庭的 就已经占到了 百分之十四 他那个定义怎么定啊 那人家年轻人没结婚的 算不算 我这么跟你讲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美国现在的独人家庭 已经超过了一半 百分之五十点二 我算他们呢 美国人是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 从百分之二十二 到了百分之五十 他指的是十六岁以上的 十六岁以上的 就十六岁以上还没结婚的 就算独身家庭 就是你你你自个一个人的 或者说你离了婚的 反正就是你现有的家庭数里边 美国也占到了一半 成年人 美国用了六十多年 就增长了一倍多 中国呢 用了二十年 从百分之六 现在到了百分之十四 就是在所有的家庭数里边 有百分之十四 就咱们用二十年的时间 翻了一倍多 你这话有个诱导的因素 好像这是一种进步 与时俱进 是吧 哎 他是说中 人家六十年的进步 我们二十年就达到了 对 是不是这意思 这是喜事 你最有经验了 我觉得是喜事啊 哎 你想想看五年前 我们在谈圣女的时候 是多么的这个难过 以及就觉得被 被怎么讲 被歧视 对吧 现在我觉得 你看这几年 没有人敢讲圣女了吧 我觉得一个人 反正是一种 你选择的生活方式 以前是被圣 现在是主动选择圣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态上 我自己感受到的压力 已经少很多了 这本身就是被认为是 妇女经济自主的进步 就是实际上 你以为 愿意跟你们男的一块过吗 真的 我跟你有条件 提出离婚的大都是女的 人家女的就是 不爱跟你们一块过 自己经济地位独立了 不靠男人了 很多女人 条件很优秀 观念是有变化 你现在就要单身 早一点叫圣女 对啊 再早没有多少年 叫大龄青年 大龄女青年 大龄青年 是一个歧视的字 团委啊 妇联啊 就专门要帮助你 一个人到了29岁30岁 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啊 大姐就来找你说话了 这样 这个观念变化是很快 这就构成社会压力 我问你 如果你没有任何父母 和任何别的压力的话 你自己愿意 一直一个人过下去吗 你看我上腔腔那么久 大家掉那个历史再出来 我可能会跟你讲说 我很恨嫁什么的 我现在还是想结婚的 但是我一直是说 如果不解 我已经慢慢觉得 就是我何必找个男的来 就是拖后腿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 你还要照顾 另外一个人的情绪 很多事情你怎么讲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 决定不是比较快吗 比较有效率 就是我今天要决定 吃什么穿什么 每次来来往往 你觉得怎么样啊 那能然后呢 那不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 对我来说就是浪费 我也同意 就是其实 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过哈 就是甚至是过程自闭 但是呢 唯有一件事 传统接代 老一个人 不是传统接代 咱也不考虑了 就是老一个人的话呀 容易疑神疑鬼 就是如果老是一个人住 最明显的就是 你不要说吗 我经常吓的 就是那个时候弄的 就给我有点心里不齐吗 不是 哎 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啊 你就比如说你看 现在白酒 我就见了 不敢喝了 或者因为喝了白酒 心跳会加快 是 可是实际上 谁喝白酒心跳都加快 可是对于怀疑 像咱们这个怀疑心脏 有毛病的人 你回到家里啊 你就一神一鬼 噗通噗通噗通 跳 然后前半截是因为酒精啊 后半夜是因为紧张啊 然后 前半截是因为酒精 后半夜因为神经 对因为神经 没错 然后你就吓得呀 就是 哎 茫茫城市 你找谁啊 我怕的是 谁给我打120啊 我万一过去了 你说那个时候 就害怕 我可以体会 那个时候害怕 你知道有一次 我现在住一个 之前啊 在住那个service apartment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住嘛 然后呢 那个时候那个晚上 有一天突然间电话响了 这是我们家的座机 就是旅馆付的 酒店付的 我拿起来 就座机响了很久 后来我的手机接着响 我就被吵醒了 拿起来我很不开心 我说找谁啊 然后他就说 小姐 你没事吗 我们是前台 我说我怎么会有事 我在睡呢 他说 可是你家的那个 火警警报器正在响呢 然后我说哪有 可是你知道我一转头看 我们家的火警警报器就 哗哗 就是这样响 他说你家着火了 我说怎么可能 我再定神一看 我的那个heater 就是那个暖气 跟着我的那个枕头 污住了 所以他就一直在冒烟 整个就是闷烧 然后就整家房子都是烟 所以那个侦探器就在响 对 然后呢 他就说你真的没事吗 我们要上来关 然后反正他们就把我处理完 走了以后 我就在想 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我 我就睡过去了 而且他那个 我这个房间 因为你知道冬天很冷 我这个房间是密闭的 没有开窗 没有开门的 没错 我就这样闷着 我妈说你可能就一氧化 还中毒就没了 谁知道 隔天早上可能公司还想说 桌亭怎么缺斑了 还把我骂了一顿 沉湿三天 独居女子 对 我想到这边才忽然间 哇哇大哭 那个时候想到男人 坚实的地方 所以男人基本上 看来你们这项故事 讲完以后 比《非诚勿扰》更有效果 一般比较优秀的女生 我发现他们对男人的需要 就是钱工啊 电工啊 这一类 对对对 就晚上不要招呼 修马桶啊 就是 就是你知道 最近这个新周刊 还专门做了这么一期 就是叫中国因为单身的 这个浪潮 里边就有一句话 就讲了 就是说 为了一年有几天 怕生病没人陪 单身狗要付出一年的 这个自在逍遥吗 你看他提出这个公式 而且呢 你要意识到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啊 是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啊 人类这么作死啊 一直在往前进步的背景下出现的 于是你看啊 你说孤独吗 实际上就说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 你一个人住 你跟外界的联系啊 没有断 没有断 还更密集 你只不过是需要一个个人空间 即便旁边有个人 也是大家拿一个手机 对呀 而且你说性 你缺乏吗 说不定还更多 你觉得吗 现在有几个40岁以上夫妻 你们还能一个礼拜来一回 我觉得都少了吧 你这大部分人都属于光棍的状态 但是反而单身人士 他的性生活比较频繁 你明白吗 所以你看 日本人琢磨了很多玩意儿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你瞧了没有 又婷也很熟悉 对 因为我就在香港 有一家一模一样的咖啡店 我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现在也马上找照片给你看 你也找一个这样来做 不是 他那咖啡店就是 故意摆个大玩偶跟你喝咖啡 现在出现 你就坐在他对面 对我就坐在他对面 但你可以不坐在他对面 可以啊 但是我会故意包一只玩偶坐你对面 因为现在有一种叫单身餐厅 就专门照顾单人一个人吃饭 怕你寂寞 对面给你来这玩河马 这是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 这是日本的一个工程师 他爱的这个美军喜欢的这个玩意儿 就塑料性爱那个娃娃 你看 他这一屋子 这家伙三妻四妾的 你就不止三妻四妾了 想玩谁就玩谁 后宫加厉三 对对对 你看 这头发都白了 这真是 这玩意儿现在能实战吗 能进入 能啊 成人用品 成人用品呢 当然了 我跟你说 不但是实用 徐老师 你要哪个女明星都行 你明白吗 哪个女明星的脸都可以 甚至是 有这个日本的做的那种啊 他找那种 AV的那个女郎啊 就是完全的速模 完全的那个 一比一的速型 多多也结一 甚至是这个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性器官都是完全的这个 倒模 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不是咱们节目 老说湖北那边 就是判了一个 那个开妓院的吗 最后法院判就不成立吗 他就那些民工来 说进去 里边都是巩俐 赵薇张子怡 就是20块钱 20块钱 对吧 你要巩俐 可能就得25 对吧 全是冲洗娃娃 全是 他们拿不拿板权 有被告过 告了吗 告了吗 最后发现说 这玩意儿 很难说是卖淫嫖娼 它是属于一种 自卫的一种 一种程度 这算什么罪行 要好好研究一下 来来 再看那几张照片 再看那几张 你看 最近世界机器人大会 举行了 你看 这个机器人 将来你在家里 完全可以预想 你的那些个需要 拿药 或者打急救电话 或者什么 有这么一个机器人 甚至是你有病 他把你抱到这个床上 你看 你再看下边 这个又婷可能就熟悉了 就是说 你看这个 他的调查 你认为杀伤力最大的单身歧视 是什么呢 25%的人就说生病住院的时候 自动被人化为可怜人的行列 然后26%的人说一个人吃饭 被强烈要求拼桌 然后电影院情侣套票打五折 然后晚会请柬写着请携卷出席 那时候你就比较凄凉 然后你看你有没有被逼过婚 45%的人说偶尔 27%说没有 28%是经常 然后逼婚人通常使用的理由 88%就是 哎呀 35岁了又挺 不想了 是吧 你看还有 既然这生育的原因才占5% 然后呢 这个你被逼婚的态度通常是什么呢 41%的人说 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32%的人说 再逼 你给我介绍啊 28%的人说滚粗 关你毛事 就是说蓝的都是男的说的话 女的是 红的是女的 对对对 终于没有大卫啊 还打格子呢 这就是圣经 圣经创世纪里边 你还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到 上帝给咱们创造的一个生活模式 原本只有一个单身贵族 是亚当 是亚当 你说不是大卫啊 我说亚当 亚当 然后呢 这个据说圣经里边 上帝说一句话 就说 你独居是不好的 你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再给你找个伴 肋骨 但是这伴呢 就你身上取就行 摘根肋骨造成一个下瓦 这个很有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也是有个漂亮的女儿 对吧 不是我惦记 我们组里的导演都惦记着 她女儿特别漂亮 但是 你现在是不是完全不管她了 我不能管她 我怎么管她呢 她找什么男朋友啊 或者结不结婚啊 对 她很烦 就是说因为 总有亲戚啊 就是上辈的人啊 会提醒她 提醒她就是说 如果你交了个男朋友啊 那人家就会提醒她 你这个男朋友 将来会不会结婚呢 就说假如是你不朝向结婚的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 这就是中方跟西方不太一样 就说西方男孩子一交往的时候 他真的不会去想什么结不结婚 这不应该是交往的后半期 开始慢慢想 例如说你六个月到一年以后 你没有分手 你才开始慢慢想这个后面的事 但是中国男孩子好像一开始 就先讲这个人能不能结婚 大概可以 我先交往 从女方的角度来讲 他们会很直接的讲 就是非常俗的来讲 就是说你从来都不打算结婚的男的 那就流氓嘛 你交往的时候 你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这个就是耍流氓 当然这个从理论上讲 当然很荒唐 很多人讲过了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实际 非常对女的来说 我觉得就是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包括再现代的城市 你们现在sex不是一个理由了 钱也不是问题了 晚上这个什么 什么那个报警器 这些是偶然因素 但是有个最大的 最主要的考虑 就是生育年龄 很多女的 至少大部分的女的觉得 这一生啊 如果我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除非我主动不要 否则的话 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内容 就好像男的 你要立功立严立德啊 你要成家立业 你要失业 女的呢 在这所有之外 像是说我这一生 我想小孩没有小孩 这是个遗憾 我可以不结婚 我可以怎么样的生活 有钱穷都没关系 但是我总希望 我这一生 如果没有小孩 它是一个缺憾 那因为小孩的因素 考虑了 你三十岁 三十几岁 你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你家里的人就在旁边说 你除非冷冻 否则的话 你得考虑 男的没这个压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结婚这个时候 常常是 女的比较主动 男的要表态 这个很多人误以为说是经济的原因 是因为女的好像是要找翻票 找一个男 我觉得现在这个理由越来越淡薄了 但是那个理由是没法改变的 就是说女的在一定的年龄 她必须要正视这个事情 你玩到三十五岁 OK 但你到四十岁 除非你想好了 我们说好了 我们不要孩子 我们这辈子就不要孩子 那你大家同心同德 我们这样过下去 不管你是单身还好 夫妻也好 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这方面不坚定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你说这个 我想你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徐静雷是踏实了 是吧 但是那天我看那个书期 人家就不一样 就是说有个记者访问他 就说你看你这样老大爷的老大不小了 对吧 你要不要动一管 他说很多人都劝我要不要也留 他说我觉得到时候如果我真想要 我为什么不领养一个呢 我领养一个孩子 这有什么差别吗 你还那么在乎是自己的这个血统和卵子吗 就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而且现在那个动卵技术就像徐静雷说的 就是其实还是已经很发动 我已经开始有朋友 就在我旁边的好朋友 他就已经开始回台湾动卵 所以他会让自己 为什么就是你虽然生育是个动力让你去结婚 但同样的 现在女孩子也尽量希望不要被这个束缚 所以说他不因为希望要生结婚 我就随便找一个 然后就屈就 一般来说现在考虑动卵 或者领养 什么什么 多数还是比较高收入 高文化 甚至明星这个层次 一般的老百姓 对吧 这还是盼望一个自然的 有个小孩 甚至希望有两个 男的情况就真是不一样 但是 你说 你说 没有因为我意思是说 到这边才去想这个事 他已经有点晚了 就是说 把自己逼到三四十三四三十五岁的时候 女生你已经在一个界限的时候 所以你会很急 但我意思是说 为什么不让这个恋爱早点成功 也就是说在二几岁的时候 你就开始可以抬有品质的恋爱 但我觉得在中国很难 就是说 第一 中国的男孩子跟女孩子 没有环境让你学习恋爱 例如说你不能早恋 从小呢 牵个手就被老师说是 是违纪 你觉得很害怕 这件事情会觉得好像是个犯罪 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然后我到了大学呢 开始又要拼研究所 就说整一个功利的情况 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学习这件事情 所以等到你开始有钱 有点时间开始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三十岁了 你不容许自己有太多的失败 然后三十五岁把自己逼到这个梁上 所以我说如果他早点 但你讲的这个话 逻辑前提还是有质量的恋爱 还是婚姻 我们正好在讨论的是 一辈子诞生 作为一种选择的生活方式 你刚才讲的那个 就等于是假定 我是想结婚而没有成功 我到了三十多岁 那如果你想 那有些人他可能 早就一开始就想好 我这辈子就不会结婚 那孩子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他还是想要孩子啊 好 先去个广告吧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又婷 我认为你有一个根本的妄想 什么叫有品质的恋爱 也就是说 也就是 我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只有快乐 就是说起码你是 有认真的 就是在找一个跟一个人相处 就是你在学习跟一个人相处 你懂我的意思吗 例如说好这样说吧 我在单身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个男生 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他说他家里面有两个房子 然后五台车 然后你知道他跟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跟我讲什么 两个房子 对五台车 所以你知道他经济基础很好 但他就从 他就说他真的说 他这辈子就专心 他家庭成员很多吧 没有 就他一个人 五台车 而且我跟你讲 那介绍我的人还说 又婷我跟你讲 他无父无母 因为父母都早逝 对你来说很好 这真叫 有车有房 父母双王 对 然后这一步就是 我想这也当做一个条件 anyway 然后他第一 他就跟我讲说 但是这个男孩子就是比较害羞 因为他这辈子就是focus在 这个赚钱赚钱 然后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所以你可能要理解一下这件事情 我说行 没关系 就交朋友 男孩子第一通打电话来说 又婷我今天要来接你下班 那你要哪一台车 你想坐七人坐的呢 还是我开跑车 你会很生气吗 会觉得太招摇吗 他连这个都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 你今天开什么车上班 你就什么车来吧 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跟你说真的没骗你 他拿出一个牛皮纸带 然后说又婷 我真的很认真要跟你交往的 这家是我家房企 这个是我的那个单身证明 我在新加坡 要那个移民的时候申请的 所以我跟你讲 我没有结婚 我没有重婚 这是我单身证明 这是我另外一个房企 然后呢 我家大概有 就是这个工人呢 每天帮我烫衣服 大概有三十件的白T恤 因为我人生就是 一件要白T恤 有二十件的牛仔裤 什么就你知道 他跟我讲这个 哎 这哥们像是 我明白了 今天 今天节目播完了 很多女的来问你要她的 可是当我来的时候 这不是恋爱 这不是约会 你现在 很爽啊 这个单的 是吧 又听了 错过好机会了 你的车用不完 给我们都好啊 但是他搬出来的是本质 婚姻的本质啊 对吧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婚姻的本质 当然了 我说的有品质 不是这个意思 无数学者都讲过了 对吧 他只是把次序 倒了一下 你所希望的是 牵田园蜜语 然后才看房企 但他只是把次序 倒了一下 对不对 但是这个次序 一倒不就不一样了吗 很多事情 就是不能倒次序 我觉得这就是 不太的约会 一倒又听 就倒到35岁了 你看这么害人吧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 他反映了本质呢 我给你看看一些照片 咱们导演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 这是哪儿 上海的乡亲角 你记得吧 你看这个 徐老师平常去那逛 你看看 你再看这个 看下边 你瞧见没有 这个贴在雨伞上 有多少房 有没有车 这是人民公园 后面是国际饭店 你瞧 都是孩子的父母 连天下父母心 我怎么觉得 这像人肉市场 你再看 自己交配完了 还管下一代交配的问题 你看什么 不是交配啊 而是这个匹配 是经济条件的匹配 才能带来 有质量的交配 才能带来交配 徐老师 你知道吗 要先匹配 你看 你以为你想 你看 专业配对成功大师 范老师 你那哥们是不是也姓范 你看 你看 你瞧见没有 哎 这么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你再看 还有吗 但是你找到条件之后 端出来吗 端出来吗 但你找到条件之后 你不是用条件在约会啊 就是他这些话 可能没人可以告诉我 例如说又婷他 就是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 这他讲 但是如果这个人 第一次跟你聊天 就讲这些 那我接下来要聊什么呢 是 真是 我跟你说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 又婷 我的感受是什么 又婷说了一句真话 他说接下来我聊什么 对 对 我的感受就是什么 你已经太早破题了 我听了你说的 我就觉得 哎呀 他拥有的正是我缺乏的 而他缺乏的正是我拥有的 我很擅长 那如果他拥有这么多 他也不用35岁 至今也是单身了 你跟那个男的两个合作出去 双皇 没错 你知道他怎么社交 我跟他聊 对吧 然后我说那车都是我的 对吧 然后恋爱 把恋爱部分你干 对 匹配的部分 匹配的这部分是我 房子 对 交配的部分 交配部分 那是他吗 对后 房子部分由他去解决 你去看过那么一个意大利的那个电影吗 就是 就是好像在中世纪的时候 意大利的那个歌剧 有些美声啊 是烟人 烟歌了 他的声音才能保持那个清纯吗 对 有个美男子啊 照今天讲就是颜值 哪就是第一的颜值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呢 姑娘们都扑向这个烟人 但是他哥哥就靠着他 这个勾演女孩子 然后真的交配的时候 他在前面 他哥哥在后面 双黄 女孩子看着这个颜值的脸 实际上跟他哥哥在交配 双黄 几配交配 二位一级